當年陳水扁那個態度是兩極的策略 他只要選舉場合下到地方上去的話 就說台灣人 就說台獨 就說台灣共和國 然後到了國際媒體上面來講 我做不到就做不到 那是兩手策略 那只不過說經過月移新轉流年安排 經過了一二十年 民進黨要重來執政之後 他發現他現在做大了 他吃乾抹禁了 他國會贏太多快70席 他參與贏太多了 所以他全部情況之下 他就大蠟開始搞這個台獨的策略 所以吳釗燮的叔叔 吳李培 那就是台獨的元祖 台獨的大佬 所以現在整個民進黨 被台獨集團所控制 所以基本上他們從當年只能做 不能講 現在變成也講也做 所以難怪賴清德那種 我是一個台獨的務實工作者 都敢大蠟的 在以行政院長的身份 在立法院公開來表達 所以你說全世界有一個 一個中華民國憲法所任命的 最高行政首長賴清德 居然說他是顛覆國體的 台獨的務實工作者 請問這樣沒有判過嗎 這個如果發生在美國 對啊 那也就下台 可能甚至還要入獄 依據美國的國安國土安全法 也是要進監牢的 我們來看看台獨教父李登輝 當年他是怎麼樣講的 中國統一 國家統一大約 萬一共同平台 三民主義萬歲 三民主義萬歲 中華民國萬歲 還有現在 萬一萬歲 陳水扁說台獨不可能 蔡英文承認九二共識 李登輝喊中國喊統一 中華民國萬歲 好 蔡英文還在這個公元2000年 第34期的立法院公報委員會裡面 接受國民黨朱鳳之的質詢 然後蔡英文講了一段話 他說我沒有說我是中國人有什麼不好 只是怕因此而產生的政治風險 我是台灣人並沒有錯 我是中國人 不是我黃志賢講 是蔡英文講 我是中國人 因為我是念中國書長大的 受的是中國式教育 漢庭 每一個人當年說的都是實話 現在都在說謊 李登輝 陳水扁 蔡英文 全部都承認過九二共識一中各表 也全部承認過當中國人 但現在卻變成台獨的先行者 這證明了從頭到尾都是在騙 而實際上的現實也是 哪怕今天黃國昌當上了總統 現在喊獨喊得很大聲 但他一旦當上總統的時候 他也會告訴大家 獨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為什麼 第一個 國際的氛圍影響 我們先前看到外交部長吳釗燮說 因為全世界都叫對岸中國 所以我們也叫對岸中國 這很荒謬 第一個 難道海南島會叫對岸中國嗎 不會嘛 因為它就是中國的一部分 第二個 如果你要以全世界作為標準的話 全世界都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因為只要跟我們建交或跟對岸建交 都是這麼認為的 好 所以台灣的這個陸委會 儘管多次說 我們就是跟對方來釋出善意啊 但其實沒有啊 因為我們從剛剛所看到的 不論是賴清德的台獨的言論 或者是總統所提出來的兩國論 都完全是挑釁而沒有善意 好 那麼這第一個部分叫國際氛圍 我們都還不談對大陸的影響喔 台獨做不到第二個原因 也就是關鍵的 人民其實並不支持 在多數的民調當中都說是過半的人民 不支持台灣獨立 甚至先前我們講說不是有一個很造假的 什麼七成願意上戰場嗎 那一份民調裡面同樣有一題 他是這麼問的 他說如果今天不打仗 就應該台獨 你知不支持這一句話 那麼也有過半的民眾是不支持的 就算不打仗 過半的台灣人還是不願意接受台灣獨立 為什麼呢 還是要生活所需嘛 現在的年輕人跟他的家人長輩 已經看到一個非常清楚的現況 已經不是趨勢就是現況 就是台灣的未來在大陸 就這麼簡單 所以趕快去越早去越好 大學就在大陸念 所以可以更加掌握大陸了解大陸 融進大陸 那我們在台灣的這些有投票權的人 我們這些大人難道還要自己住在井底裡面做青蛙 然後自己覺得很嗨 然後這樣嗎 然後繼續拖住台灣嗎 我們隨時都把這張表格拿出來 這個是2017年大陸各省份GDP的總量 以各省各省來看 第一名是廣東 以人民幣來看是8兆9879億 然後一路下來到 你看江蘇 山東 浙江 河南 四川 湖北 河北 第八名是河北 3兆6000億人民幣 那回過頭來看我們台灣 我們台灣的GDP總量 2017年是換算成人民幣是3兆5812 就是如果以台灣作為一個省的話 我們等於是大陸的第9名了 而前一年其實我們是第6名 掉的很快 再過3年很可能我們已經掉出10名之外 再給它5年 我們很可能是在20名或30名之外 那個時候的台灣 你活在台灣會是一種什麼樣的一種景況 你想像看看 董哥 其實你可以看到 中國大陸這幾年的進步 全世界矚目 所以我剛剛聽到吳釗燮在講 全世界 我是按照全世界大家的講法 全世界講法就剛剛換頂手講的 對不對 全世界講法台灣就是中國的一部分 這個還用講嗎 對啊 是啊 那你為什麼不照全世界的講法呢 所以他們是選擇性的 但是今天台灣人民很悲哀 就是說他的選擇性越來越少 你如果早幾年兩岸還有很多籌碼可以談 那現在對我們來講當然大家都認為比較不利 可是現在有更好的條件就是 譬如講我上個禮拜回金門 金門很多人就去辦老人卡 到中國大陸去辦老人卡 滿65歲 就只要有台胞證就可以辦 就可以到廈門去辦老人卡 進老卡 然後交通工具好像有的是辦假有的免費 是 那我就問說你們怎麼都知道 他說因為我們政府有通知我們 我們金門縣政府有通知我們 你們已經融入了 不是 因為他就是你有這樣也算福利的一種 因為你們金門的生活圈跟廈門太近了 對 整個是廈門的生活圈 那你今天看到了 就是我們政府他死不認葬 他一定要用意識形態來 所以對台灣人民來講的話 今年最不幸的就是因為今年是選擇員 那選擇員民進黨就會用出很多類似這樣的手法 就好像我剛剛提到的 他要把意識形態用來綁架他的選民 所以我們今天節目很好 把他們過去所作所為 手講的話通通拿出來的話 那大家就可以更認識這些人的嘴臉 所以今天對台灣來講 你要是看到所有的新聞 其實我們就像你剛剛舉出來的 熊中 熊女 他們有他的選擇性 你看到了虎大的醫學系 零 沒有人要進氣墊 那這是很好的學校為什麼會這樣 這就是大家都有一些腦筋在思考說 你民進黨搞你的意識形態 可是我們年輕人有我們的做法 所以我告訴吳釗燮 你不要在那邊講大話 西班牙今天用引渡的名義 把兩個台灣的詐騙犯送到中國 大陸 對啊 用引渡的名義啊 那我們先前已經被送多少個了 兩百一十九個了 我們現在的都在國際上有名的 就是詐騙犯 要不然在印尼就是毒犯 對不對 所以你今天台灣有什麼尊嚴呢 國際政治舞台 他的一個特質就是現實 是reality 是事實 你看川普跟中國大陸的經貿的 這樣的一個爭執非常的嚴重 那美國的做法簡直要讓中心 中心這個通訊就死了 可是突然間川普就說 叫他們的這個商務部長說 要去幫忙螺絲 所以要讓他儘快的能夠 恢復運作這樣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這個就是強國跟強國之間 他們固然有矛盾 但是他們都知道 他們要把矛盾解決掉 否則雙方如果衝突起來 大家都會受傷 何關是我們今天看待大陸 大陸是個不斷的長大的 這樣的一個增長的 這樣的一個市場 他的國力也不斷的這樣一個增長 你台灣要看待他 你要跟他為敵嗎 還是你要跟他好好的來往 兩岸關係處理好 是台灣生存保障的 生存的最大的保障 我們不要講說冰龍相見 講打仗 我跟你說光是經濟就把你給困住 你想想看看我們賺了大陸多少錢去年 超過700億美金 佔我們出口40%以上 對 所以今天如果我們沒有大陸市場 在過去的20年來 如果不是大陸市場 我們就餓死了 我們今天沒有任何外匯盈餘 一毛錢都沒有 而且我們可能還出現了 大概1000億 1000多億美金的赤字 所以這是個很現實的問題 安倍晉三過去是右翼的這個死硬派 可是他現在也要法夾彎 也要跟習大大來這個要求和解 那換句話說整個的形勢 都在改變的時候 台灣還名玩不靈 蔡英文還這個不理這個九二共識 還不理這個一中原則的話 那這個難怪會被選民所唾棄啊